快起来 快起来 你今天怎么了 没什么 我怎么感觉 你在躲零号一样 躲 躲他 躲他干什么 是啊 我也觉得奇怪 所以才问你 没什么 我就是刚刚没演好 不像 那你那么着急回来说一句干吗 平时不都喜欢在外面转吗 我平时也没那样吧 那你跟林豪英到底怎么了 没什么 你别乱猜了 你的表演都是我教的 还想跟我演 真没什么 你想多了 是我想多了吗 可是你的反应 怎么那么像林豪英跟你告白过一样 这么紧张 没有的事 没有告白吗 你该不会答应了吧 我怎么可能 我 难怪今天林豪英看到我的反应怪怪 你别添乱 我像是无理取闹的人吗 嗯 嗯 发什么承诺 我像发傻的样子 像 我问你 我是个无理取闹的人吗 为什么在唐觅的心里 我是那样的形象 他说你无理取闹 嗯 而且林豪英那个臭小子 跟他告白 他竟然不告诉你 林豪英跟他告白 那他知道唐觅是女生了 好问题 不过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唐觅怎么会觉得 我是个无理取闹的人 可能最近这一台的人比较多吧 什么意思 去唐觅家 等一下 先去便利店 看来要下点猛药了 他又要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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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跟你说了 我是笔直的 我都跟你说了 不会啊 不会啊 我觉得 有可能啊 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呢 我的意思是 我是不会被你变弯的 我知道啊 所以没问题啊 你 其实我是女的 你怎么没反应啊 你不好奇吗 我早就知道你是个女的 你怎么知道 去你家那天 其实呢 你演示得非常好 但你知不知道破绽在哪儿 我打个比方啊 我是个男的对不对 但是在我的房间里 就算有些瓶瓶罐罐 有些垃圾 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啊 但是你收拾得太干净了 是不是 而且你还放了一把新的 挂不到 总而言之呢 今天就算是我 跟梁景瑜两个人 要去你家玩 你收拾房间 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没有必要 连日用品都换新的吧 除非这些都是 障眼法 梁景瑜不会也知道了吧 他哪有那么聪明 你放心了 我会帮你保密的 因为我喜欢你 这个人 我呢 是说 我在知道你是女生之前 我就已经喜欢你了 所以我一点都没有 要威胁你的意思啊 只是至少可以给我一个 追求你的机会啊 是不是 但是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是是是吗 谁啊 该不会是那个杨瀚吧 杨瀚这个家伙 关哥 你的手 这么细皮嫩肉 做菜还特别好吃 哪里的话 你是不是没吃过 大哥做的饭 不如让三弟为您道歉 看 看 看 唐晨人呐 唐晨呐 不是人哪拍丢了呢 导演 我在这儿呢 我肚子疼 快起来 快起来 你今天怎么了 没什么 我怎么感觉你在躲零号一样 躲 躲 躲他 躲他干什么 是啊 我也觉得奇怪 所以才问你 没什么 我就是刚刚没演好